这三个表现 以后你们结婚过日子 肯定要坦诚相待的 若是保留自己的小心思 那还算是一家人吗 一个连最基本人品诚实都做不到的人 能对外边的人撒谎 对你肯定也同样 这样的人你会放心和他在一起吗 二 自私 有时候相处最怕遇到那种自私的人 只为自己着想的人 不为别人着想的人 尤其是女人 他们肯定想找一个 能够为他们遮风挡雨 能够为他们付出一生的人 一个自私的男人是很可怕的 你不知道和他在一起的未来有多辛苦 三 不上进 不喜欢付出 其实这个社会并不怕你穷 就怕你不愿意付出 现在社会发展的好 只要与你愿意出力气 出心思 到哪都不会合适 到哪都会混出名堂 但是要是那种混词等死 做四又眼高手低的人 是非常可怕的 和这种人在一起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是不懂得感恩 人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 得到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以感恩之心 想着去回报别人 但是那种只为自己 不懂得感恩的人 是绝对不能要的 因为以后你们过日子 它只会让你付出 而且会觉得理所应当 你的日子会过得很累 就会让你感恩的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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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